腾讯体育8月21日训,米兰在今夏已见了多名强员,而且耳吸后腰巴卡约科则非常引人关注。 巴卡约科加莫米兰的时间太短,但是在训练中,巴卡约科却用强悍的发挥以及出色的状态打动了米兰主帅家吐索,意大利媒体罗马体育报者。 在本周末米兰与纳布勒斯的比赛中,巴卡约科会首发出场,这场比赛也是巴卡约科的一家首秀,而从不久前意大利媒体的预测看,新赛季,巴卡约科会在米兰成为重要议员。 在美体预测的七大阵型中,巴卡约科在其中的六大阵型,总都可以出任主力,萨里的到来使得巴卡约科在切尔西彻底没有了未来,而在一家的下窗结束前,这位黑肉硬球员苏杰加盟了米兰。 目前巴卡约科来到米兰仅有一周的时间,虽然没有参加米兰的季前赛,但是巴卡约科在训练中却非常积极,而他展现出的凶悍的强断以及上下的经济状态也让加图索大吃一惊。 来自意大利媒体罗马体育报的消息称,加图索已经决定在周末与纳布勒斯的比赛中,巴卡约科将会首发出场。 米兰在新赛季首轮一甲的比赛是对战热那样,但是这场比赛因故退迟,因此与纳布勒斯的比赛也会是米兰本赛季一甲的首次连下,纳布勒斯是上个赛季一甲联赛的亚军,实力不足。 虽然球队走掉了若玉尼奥以及主帅发力,但是按切落地这位冠军级主帅的到来,肯定会在一定程度,散步强球队的实力,对战热不勒斯的比赛。 加图索应该以防守为主,而从目前米兰的中场配置看,巴卡约科与凯西组成双后腰的可能性很大,两人都是肌肉型中场,有力量,有速度,有身体对抗。 两人组成后腰搭档会在米兰防线,建筑成一道坚固的阵地,纳布勒斯的进攻风格非常快速,而且前场的英西列以及巧烈红球风明洞,米兰在机动性上有劣势,因此只能在身体对抗中寻找优势。 当然,巴卡约科目前在米兰的定位,并不只是于凯西组成后腰搭档,此前,意大利媒体根据红黑军新赛季的球员配置给出,那七大可能排出的阵型。 巴卡约科在其中六套阵型中都可以踢首发,其中六个位置是后腰,主要负责防守,意大利媒体认为而巴卡约科还可以在4-3-2阵型中踢左中场。 在这一阵型中,巴卡约科体能充沛,冲击力强的特点会展现出来,校飞C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